说吧 这个月的奖金还要不要 老大被总部停时调查了 因为发布会的事 还是星恒的比赛 早在你们参加比赛的时候 大家就都知道了 但是没想到 被李总汇报到总部去了 总部昨天就派了两个人下来调查 说是要弄清楚 你们的参赛内容 有没有涉及到公司的核心机密 如果有的话 这事不是胡扯吗 这事跟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知道老大肯定不会这么做的 但是 如果真的要查点什么出来的话 最严重的后果 老大可能会被起诉 我刚瞒着你 是因为老大不让我们跟你说 他人呢 在楼上接触调查呢 从发布会那晚的意外 到今天的举报 所有的事情 都是一环扣一环 我以为那个人只是想整我 我错了 他明明是想整死我 我说二位但凡真心想搞事情 稍微有点水准呀 这种东西用完了也不说说好 这也就是我捡到了 别人拿到的 说二位故意破坏公司发布会吗 反正现在调查组也来了 省得我交总部了 什么叫故意破坏公司发布会 你别身口喷嚷啊 李直 坐下 这东西从你公位上拿出来的 你说呢 你不是当天工作人员 你哪儿来的 蔡然姐 我还想起来有件事想和你说 是和那天发布会有关系的 长话短说 就是我刚才看见李迟了 我忽然想起来 那天她好像并没有什么工作 但是我还是看见她来了 李迟呢 在李总办公室 我说相部长 这种东西 现场的人 人手一个 你可以随便拿来一张来陷害她呀 你要是对她有意见 麻烦你拿出真正的证据 我会的 拭目以待 我早就跟你说过 要站对了对 这次 徐彦时可以把你拎出来 那下次呢 我也奉劝过李总 不要自以为战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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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来 调查处的人到了 这事跟他没关系啊 你为什么要找他呢 你是不是喜欢徐彦时啊 我喜不喜欢他 跟这事有关系吗 没关系的话 那你就准备一下 把技术部的事情做个交接 我让小白申请 把你调回上海吧 司徒明天你什么意思啊 就是让你离开他远点的意思 一年期限还没有到 我不会回去的 爷 本来我来为林公司这件事情 就是我跟您之间的约定 跟徐彦时没有关系 而且我跟徐彦时 也不可能有什么 这件事情也是我逼他的 要罚您就罚我 别找他 为了您 为了东河整个集团的发展 你别骗 相部长我想跟你单独聊聊 原来她是董事长的孙女 你一个死徒明天 İz ve Town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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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忐忑地猜这结局 是不是你 让我孤单的原因 最亮的流星 划过绚烂的天际 却没有落在 你心里 多远的距离 不是相遇就有资格去感应 行 还有新资料呢 有 好 你稍等 陆总 这是您要的新资料 您过目一下 项目呢 我挺感兴趣 资料拿回去再研究研究 对了 向远的办公室在那儿 你知道吗 我带您过去吧 好 谢谢 这边请 这 来 陆总 这边请 你怎么来了 我看你感冒了 今天跟陈总聊了事 顺便给你拿点药 谢谢啊 那你们先聊 我还要开会 那谢谢陈总 不客气 对了 项目的事我看完了以后告诉你 好 谢谢 客气了 这个人面寿星 剑意思迁 色胆包天 情寿不如的大乙伴郎 你 给 给我的啊 我 我 从这所有人 开会 向远呢 我刚问他了 项目长说 他有点事就不来开会了 那 散会 散 散会